我们主播中秋节的时候要干嘛呢 小千你中秋节要做什么 当然就是回家而已 回家嘛 回家当然就要烤肉嘛 那中秋节除了吃烤肉之外 当然大家还会吃蛋黄酥 吃月饼嘛 没有错 那其实每年都会掀起抢扣热潮 彰化这间蛋黄酥名店不二访 今天是终于开放了现场购买 早上不到10点多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店门口排了满满的人龙 看起来简直就像是 贪食蛇的人龙出现了 而且这个人潮是直接排进了 巷子里面绵延超过500公尺 甚至还惊动警方到场协助管理秩序 店家还公告说一个人限购两盒 不过居然有人是从昨天凌晨12点的时候 就从台中跑到彰化来买 半夜12点多到刚刚就整排八个小时 本周五就市中秋节 每年都掀起抢扣热潮的彰化知名 蛋黄酥店不二方今天开放现场购买 早上不到10点钟门口已经大排长龙 人潮名延超过500公尺 令警方也到场维持交通秩序 一盒15克入蛋黄酥原价750元 现在虾皮代购已经飙升到一盒2100元 好接下来我们看到也是非常知名的位在板桥 凌梨苏排队名店小攀蛋糕房 在店修十多天后宣布今天下午一点要开放来门市贩售 而现场数量有限排到有什么走买什么 而这也是中秋连价钱最后的抢购机会 想必势必也会出现排队的盛况 没错你说下午一点嘛 所以大家现在可以一边看着 ET5间新闻一边就赶快拿着手机 然后去店门口排队了 因为真的是先抢才有机会买得到啦 对这下午我也知道 其实月底就是中秋节了嘛 那蛋黄酥成为热销的伴手礼 而自有网友崩溃的表示 日前购买了80颗不二家的蛋黄酥来送人 可是陆续就有亲友发现蛋黄酥发霉了 但包装上面的有效日期是标示到10月1号 向店家反映得到的回应是 几颗发霉就换几颗新的 但是原炮认为店家态度的非常差 而且礼盒都送出去了 也数不清有几颗发霉 月底就是中秋节 蛋黄酥成为热销伴手礼 但有网友崩溃表示 日前购买80颗不二家的蛋黄酥送人 陆续有亲友发现蛋黄酥发霉了 但包装上有效日期却表示到10月1日 向店家反映得到的回应是 几颗发霉就换几颗新的 店家一开始是说几颗发霉 叫我把发霉的绿豆蓬去收回来 蛋黄酥去收回来 然后跟发掉 然后拿回去店 跟他们看几颗坏掉换几颗这样 就是送出去的礼盒 然后有亲朋好友发现说 有绿豆蓬蛋黄酥有发霉的情况 然后跟我反映才知道说可能有问题 我买12路的跟8路的 然后4颗里面大概有3颗有问题 因为我是9月23号买 然后9月25号就发现了 然后他有效日期是10月1号 他说可能是我们没有冷藏 一开始就保存不好 受潮还是怎么样 可是他里面有防腐剂之类的 为什么还会有这个问题 当初买的时候有特别交代说 你们一定要做冷藏吗 做冷藏所以都没有 都没有 就是店家的给的回复一直反反复复 就一下子就说只能换几颗 坏几颗退几颗 然后到后来又变成说 可能就是没有办法退钱 可以换同价值的商品给我 可是到底是谁有办法在一天之内 买五六千块的蛋糕 或者是餐点面包 应该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个举动也相当没有意义 因为我跟他们说 今天这个礼物就是拿来 当然是一定拿来送的 可是这样今天你都让我的脸都丢光了 然后你们却连一句道歉都没有 然后还是这样子四处刁难 觉得说好像我们是out care 对好像是我们的问题 然后在追究你们一样 那店家自己回应不对啊 他如果要换就整盒换啊 如果我是店家的话 我会全部回收 他发霉的不要动啊 拿回来 就整盒拿回来啦 当然啦 一颗坏的发霉的一定是整盒退 呵呵 不可能说只退一颗啦 有关社群媒体反映 本县潮州政筒面包店 贩售蛋黄书有严重发霉一事 本局将依法办理行政调查查明市政 以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相关规定处办 另呼吁食品业者应落实自主管理 并遵守食品安全卫生相关规定 以维护消费者移植卫生安全 网路发生话题 但大家来看到的是 根据CityOne报道 有一名男子 他最近在新北的板桥区 等红灯的时候就发现说 这个路边的电子荧幕看板 怎么上面大大的写着 不举不丢脸 快回家交作业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呢 原来他停下来 然后看完整段广告之后 才发现说原来是一段 生日祝福的影片 有网友在脸书社团 报废一公社发文 表示自己在板桥 等一个超长的红绿灯时 突然看到广告影片上的有趣画面 让他好奇看到最后 结果发现原来是要祝福一名男子 生日快乐 让他不禁在影片下方 提醒这名男子说 该回家交作业咯 影片内容可以发现 文案非常爆笑又有感情 上面写着 今天是你逃家的第13天 如果你看到这个影片 快回家交作业 不举不丢脸 逃避才丢脸 并且搭配了一张本人的裸露上身罩 举着双臂秀出肌肉 影片曝光之后 许多网友纷纷留言说 直接社会死亡 看起来好棒 我宁愿要逃避 也不要不举 还有人说快回家吧 大家都知道你没交作业了 还有许多网友标注自己的朋友 表示也要做一个广告 在对方生日时刊登 接着带大家来关心 杭州亚运中华队的好消息 上个月呢 攜手在八库市井赛摘下银牌的 涉及好手田佳蓁还有政见妹吴佳颖 以及杜伟一兹 他们三个人昨天呢 是在杭州亚运的女子 25公尺首将慢射资格赛当中 合力拿下了868分 团体赛成绩是占据第三 那吴佳颖呢 今天在快射阶段呢 他表现也是非常的出色 他到了第三轮的时候 甚至还射出了满分 不过虽然三个人最后 都没有办法挺进前八名 不过最后吴佳颖是幸运地补晋级了决赛 而团体赛的成绩则是落居第四 最后还是五元奖牌 那除了吴佳颖的比赛之外呢 我们接下来也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跆拳道的女子53公级的赛事 我国好手林维军 他在金牌站交手韩国选手蒲慧珍 虽然最后只拿下银牌 又一点点那么小遗憾 赛后呢 他就表示说想跟曾经在国际赛摘下金牌的妈妈说 就差一点点了 林维军就透露此战落败的关键 他说第一回合如果后面没有被得分的话 第二回合应该赢了就会金牌 第一回合最后一秒有输失 都要打第三回合体能有点下滑 那一秒不知道他会转身 不过首次参加亚运就收下银牌 仍然值得肯定 林维军说比自己预期的结果还要好 本来想说主要对手是左局 之前输过一次 不知道这一次能不能进四强 他也自凭这一次对战进步最多的是 晋升的部分 加强重训让身体素质变好 而林维军的妈妈 是之前拿过市井赛金牌的刘钊琴 林维军今年五月刚拿下全大运的金牌 六月的市井赛却因为误判争议而落败 七月他在世界跆拳道大赛拿下了金牌 大奖赛与亚运同等级 足以让他利用大赛来磨练 林维军赛后表示 像对妈妈说 差一点点我觉得自己会赢 好近年来朝鲜半岛的局势紧张 难不成连带影响体育选手的交流了吗 因为在杭州的亚运 男子涉及10公尺移动吧 南北韩分别抢下了金银牌 而颁奖台上却发生了意外的小插曲 也就是南北韩看起来好像不太合 因为当冠军队升起国旗的时候 北韩的选手就拒绝来面向国旗 他们正面的赢着 他们看起来脸还蛮臭的 还有另外一个 也就是他们在颁奖的时候 北韩的选手居然拒绝靠近南韩的选手 就是不想跟他们合照就对了 然后据说南韩的选手 还有试图去拍拍他们的肩膀 要不然一起来合照之类的 他还是受到拒绝 看得出来这个争议不只是在政治上面 连在这个球场上 赛场上 也是受得出一点点这个火药味 对啊